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是開低 震盪走高 中場是小漲9點 但是這個大盤留了200多點的下影線 這個行情的走勢 越來越符合我的預測了 我的預測是什麼呢 我之前在節目上講過 所以我今天再講一次 我對行情的看法 行情的看法在這個地方 量縮回撤月線 下週將可能做一個翻揚的動作 那個月線如果一旦翻揚 這個是月線 月線一旦翻揚 多頭再漲冰幅 再漲趨勢 也就是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這一波拉上去是漲了13% 大概2800點左右 但是融資就有增加1% 所以大盤漲13% 融資就有增加1% 所以我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這個行情籌碼相當的安定 大部分的投資人在這個地方 被殺出去了 被融資斷頭了 斷出去完以後 隨著它往上漲不敢去買進 每天觀望觀望觀望再觀望 但是股票又一直往上面漲 漲高以後大家期待要會拉回 果然是做個拉回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裡拉上去以後會做一個震盪 那麼震盪的過程裡面 是要拉回來回側這個月線 在回側的過程裡面 量是不是開始萎縮 所以這裡有可能會形成一個凹洞量 我昨天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這條月線從下彎開始要走平 然後走往上扬對不對 往上扬的什麼策略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扣抵目前在這個位置區 也就是扣抵下個禮拜開始扣 1 2 3 4 4天 下個禮拜四第四天 就開始扣抵這個21,600點 扣抵低值了 扣抵低值完以後 這個月線就會開始往上翻揚 所以我上禮拜 跟這個禮拜都跟大家講說 這個大盤它會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碰到際線 來回側的動作 但是搭配的量說表示 這個大盤拉回的時候 量能萎縮代表吸收的味道 也就是說 它並不是主力大戶出貨的現象 而是主力大戶在等它拉回 它沒有進場去做一個追進的動作 讓它自然的拉回 自然拉回以後拉回到哪裡 拉回到月線附近 所以下個禮拜你特別注意 下禮拜月線如果沒有再跌破的話 它就開始正式翻揚上去了 那我必須要跟你講說 如果月線一翻揚上去 它就是多頭再漲趨勢的一個現象 什麼多頭 什麼是多頭再漲趨勢 就是這個地方開始 又有一些股票開始要活蹦亂跳 所以這次拉回我跟你講說 這次拉回是要逢低要站在買方的 逢低是要站在買方的 所以目前這個行情越來越像 我之前跟大家講的預測一模一樣 預測一模一樣 好 這一波來講的話 我跟大家講說 我說其實機器人概念股它還沒有走完 但是短線我在上禮拜跟大家講說 因為8月21號開始要舉辦的 所謂機器人大展 我不知道華倫勳到底要來還是不要來 我也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我不可能把我的資金 全部寄託在華倫勳的身上 但萬一不來呢 它來當然是我們大賺很高興的 萬一不來呢 萬一不來的話 股票不是會掉下來了嗎 所以我們就趁8月21號之前 這個所謂機器人大展之前 我就告訴你不要追機器人的股票 你要逢高跟著我們一樣 逢高獲利做出廠的動作 等它拉回再做進場佈局 對不對 後來你看這個羅生 8月28號告訴你要做進場買進 對不對 因為當時我在節目上跟你講說 8月21號之前它會先拉一段 對不對 會先拉一段 對不對 包括像是隱翰也是8月28號告訴你 對不對 先拉上去 先拉上去 對 先拉三根漲停板 後來你看都做個拉回了 都做個拉回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賣還是賣在高點 都做個拉回了 對不對 都做個拉回了 這都做個拉回了 但是我要跟你講 我覺得在節目上不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雖然短線上他們做拉回 但是我跟你講中長期還不看壞 所以拉回要站在買方 拉回你要選擇具有未來還能夠創新高的個股 未來還能夠創新高的機器人概念股 進場佈局 對不對 那我昨天跟你講什麼股票 待會兒跟大家來做報告 即將快創新高了 我認為這場個股未來會創新高 但為什麼機器人我這麼看好呢 我認為說機器人為什麼是短線 只是短線拉回 而不是所謂中長期走空呢 因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今天的經濟日報日報的社論 經濟日報的社論 它說發展機器人產業再造護國大山 也就是說護國神山目前是台積電對不對 那台灣還需要 因為台積電現在已經被 台積電現在要去美國蓋廠 它去德國蓋廠 原本只有台灣有 現在跑到美國去 現在跑到德國去 所以它雖然是護國神山 但是很像沒有像以前那麼的重要性了 因為國外也有台積電了 所以我們台灣急需要再發展 下一個能夠護國神山的產業 我認為這個機器人是很重要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黃文勳有講過 黃文勳說台灣是AI革命 AI的革命的一個發爆點 引爆點 台灣讓這個AI引爆出 它的革命性的一個發展 所以台灣非常重要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機器人 所以你看台灣的AI產業 基本上是靠半導體 台積電當所謂的護國神山 那機器人呢 機器人是不是也需要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金晶日報》它看到這一點 發展機器人產業再造護國神山 因為2024年全球機器人產業 我們這邊稍微放大一下 全球機器人產業市場規模 1000多億美元 未來5年市場將保持增長的刺頭 預計到2029年全市場規模 將達到2000多億 2265億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是17% 成長原因就是因為什麼 自動化需求 還有先進製造的技術發展 還有工業跟服務機器人廣泛的運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機器人有分好幾種 目前來講最比較成熟 台灣做得比較好的 是工業型的機器人 還有協作型的機器人 美國他們是在發展人型機器人 馬斯科在發展人型機器人 包括像黃人群 他也在發展人型機器人 但是台灣在這個機器人這一部分 我們做的所謂的機器手臂 做得比較好 這個機器手臂就包括 工業用的機器人 所以機器人有很多種 有工業用的機器人 有醫療的機器人 有服務的機器人 有物流的機器人 有農業的機器人 有軍事的機器人 所以你看未來我跟大家講 機器人這個應用範圍 會非常的廣泛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 非常大的產業 這個產業會應用範圍 非常的廣泛 也有機器人進入人類的什麼 人類的這個所謂的一個生活 已經不可或缺了 所以這個產業我跟大家講 決定是中長期趨勢的一個態勢 沒有改變 只是說短線上為什麼會拉回 第一個 這個利多消息結束了 這個機器人大產結束了 第二個它為什麼不能漲很高 因為它的EPS還沒有出來 對不對 所以它短線上拉高上去 它做個回檔 但是我跟大家講 因為它中長期趨勢還是向上 所以回檔你要站在買方 買哪支股票我待會跟大家報告 因為機器人在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逢高先做個賣出動作 因為我知道它短線要做拉回 對不對 那麼他們都拉回了 所以我們告訴你說既然它要做拉回 說我們要佈局新的標的 新的標的 不是機器人的股票 是其他的股票 所以我跟你講說 我們做面板散出新封裝 新科對不對 對不對 8月6號告訴你換手 對不對 結果你看8月7號開始拉漲停了 8月8號再拉漲停 8月9號再拉漲停 對不對 後面再拉漲停 對不對 所以這檔個舞就是 我們當時跟你講過 機器人當機器人拉回的時候 你要佈局什麼樣的個股 你要怎麼樣換股操作 轉到接下來能夠創新高股票 對不對 今天漲多它也做個拉回 但是它是短線的震盪 那包括像我跟你講過 你看金站2027 對不對 機器人賣掉以後買金站 對不對 進場佈局 對不對 後面你看拉漲停 拉漲停 拉漲停 再大漲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又佈局新的標的 除了金站之后 我再告訴你 我們再佈局另外一檔個股 3645的打賣 8月14號 這些個股我為什麼進行要佈局 因為機器人我先逢高先賣了 我已經在節目上跟你講說不要再追了 對不對 所以我開始告訴你 為什麼不要追 因為你要把資金做一個什麼 轉出 賣出去完以後資金抽回來做什麼 跟我做這些股票 跟我做下一檔能夠創新高的標的 下一檔能夠創新高的股票 這個3645的打賣有沒有 我跟你講說我看好它的成長性 這家公司基本面我已經講過 所以我不需要再講了 他說聚息雅安薄膜 也就是所謂的黃金薄膜 我跟你講過 它是先進封裝的什麼 核心的原料 所以我說當先進封裝的股票 大家都要講 先進封裝股票再漲 像今天先進封裝股票也在漲 對不對 像智盛 軍豪 軍華 基督西的三個聯盟 他們都大漲上去 他們在漲什麼 就漲半導體設備 就漲先進封裝 他們在漲的過程裡面 我認為原料股票這一波沒有人注意 所以我認為它也會漲 它是一個伏兵 它是個多頭的伏兵 所以這兩個我認為它後面會創新高 所以我跟你講過 我們在做佈局對不對 我也跟你講它的基本面在什麼地方 結果你看後面 8月14號拉漲停 8月15號盤中拉漲停大漲 8月16號再拉漲停 8月19號再漲兩塊半 對不對 8月20號再漲七毛錢 8月21號再漲一塊七 對不對 8月22號拉回 昨天拉回一個下沙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強勢整理 它還沒有走完 它只是漲多一個拉回而已 我持續看漲不變 持續看漲不變 8月23號你看 今天盤中差點拉漲停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檔個股 為什麼我說一檔個股 我們要賺三成 賺五成 賺一倍 我跟你講過 你就是要一次一檔股票 跟著我集中火力在低檔區 跟著我集中火力 我們重壓標股 從點線面來擴大戰果 所以你看這檔個股 從低檔區這個地方做佈局之後 開始沿路的往上面做拉伸 大盤拉回它只有小回而已 那今天大盤拉尾盤 它要開始突破高點了 所以這就是我跟你講過的 就是我一直在節目上告訴你的 你要怎麼樣把失去的找回來 你要怎麼樣把失去的找回來 我告訴你 你就是要買這種超越大盤的股票 才有超越利潤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今天又開始往上拉伸 那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我認為波段它持續看好 這檔個我認為波段 它有很大的條件 還有很大的機會創新高 那創新高以後再找一波 因為我跟你講 接下來它的業績 會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成長線 它去年是沒有賺錢 去年是虧了一塊多 那今年上半年已經賺一塊多了 所以它很明顯 它是油盔轉營的 具有強烈的轉機性 我在節目上講過了 那它為什麼會有具有強烈的轉機性 因為台灣現在做巨西亞安的 這個伯末的公司只有兩家 它是其中一家 那其他都被美國 日本 韓國所壟斷 獨佔 霸佔 寡佔 那台灣要跟台灣的廠商去買 這個所謂的關鍵性的材料 我認為台灣的廠商會跟台灣的 台灣人來買 因為它可以節省成本 它不需要跑去美國買 美國買它也要運過來 跑去日本買一定也比較貴 對不對 那台灣做的品質也不差 所以我認為未來在先進封裝的材料這一塊 它佔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認為它的股價 後面業績會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成長性 所以它股價一定會跟著往上反映 所以你看到今天又再度往上創新高上去 對不對 所以我講過 你只要低檔區跟我佈局的 你根本不用擔心排面在震盪 因為排面震盪再怎麼震也震不到你買進的成本區 所以如果說你在低檔區跟我買進的話 你不會因為排面震盪而把它洗出去 那未來它漲三成 漲五成 漲一倍 你不是賺到了嗎 那很多人為什麼沒有辦法 很多投資朋友為什麼沒有辦法 賺到三成 賺五成 賺一倍 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低檔區的時候你不跟我進場嘛 對不對 你看到股票真的漲三成了 空沒要漲五成了 要漲一倍你就覺得說完了 已經上去算了 所以你就眼睜睜看我們的股票 先漲三成 再漲五成 後面挑戰一倍 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好 另外我跟大家講說 這家公司 龍澤科 七七人概念股 我認為這家科目還會再創新高 然後它有日本母公司的加持 為什麼 因為這家公司其實 它不但有日本母公司的加持 這家公司是做工業型機器人 還有協作型機器人 工業型機器人跟協作型機器人 差別在什麼地方 協作型機器人就是代表說 他要協助人完成工作 所以叫協作型的 所以還是需要人來做個操作 幫忙人來做 把工作完成 這叫協作型的 互相協作 人跟機器協作對不對 工業型的機器人代表什麼 工業型機器人就是它不需要人了 它直接自動化生產 現在很多的汽車大廠都用工業型機器人 台灣目前做這一塊跟這一塊 這兩塊是比較好的 技術比較好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家公司就是在做這兩塊 我認為它的業績 還會再持續往上成長 因為它還有日本母公司的加持 所以你看 今天再拉上去 拉尾噴上去 對不對 那你來看一下它的股價 快創新高了 下禮拜再上去又創新高了 你看這個地方又不是有爆量 這個爆量在幹嘛 這個爆量在洗盤 對不對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說 老是爆量 爆量要跌下來 結果它有跌下來 它沒有跌下來 它還在震盪走高 像這種各5就是很明顯的震盪走高的股票 那未來都有機會再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行情在往下面做震盪拉回的時候 是不是逢低布局的機會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逢低布局 它未來再漲上去 未來再創新高上去 你是不是要用追的 那我講過你用追的你敢買幾張 我說你買一張 買兩張 同志朋友 我講過了 你買一張 買兩張 可以把你失去的賺回來嗎 對不對 沒有辦法 你玩短線的 玩那個當日沖銷的 隔日沖銷的 你可以把你失去的賺回來嗎 所以我才跟你講過 那些都不是屬於 真正能夠幫助你的方法 真正能夠幫助你的方法 我在節目上不斷地強調 不斷地告訴你 你一定要這樣操作 選對股 集中活力 迎接標股 破斷利潤 你唯有這樣做 也是只有這個方法 全世界只有這個方法 沒有第二個方法 只有這個方法才可以真正的 讓你能夠反敗為勝 真正的把失去的賺回來 沒有第二種方法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為什麼你要好好跟上我的腳步 因為我們在節目上跟你講說 我不是在跟你宣傳口號 而是要告訴你 我們實際上就這樣操作 你唯有這樣操作 才可以改變真正的命運 好 那最近也在發效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非常大 在中國大陸那邊 中國大陸那邊 他開發出一個新的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什麼 黑神話悟空 黑神話悟空 他在8月20號上市 總銷售量大概2.1億美元 2億 超過2億美元了 8月20號上市而已 今天是8月23號你看 他已經賣了2億多美元 也就是大概台幣大概將近6、70億了 上線人數220萬人 寫下歷史記錄 好 這個東西導致什麼 導致一檔個股直接往上漲 但是這檔個股 我們之前在節目上網跟大家講 我說這檔個股 其實佈局它並不是佈局這個 所謂的這個遊戲 我認為這檔個股會漲 是因為比特幣 我認為比特幣在這個地方 比特幣在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高資在整理 我認為它波段會挑戰高點 所以當時我們佈局的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就是比特幣的概念股 我說整理近半年了 開始就補量上功了 那這檔個股我們看一下 這檔個股就是5386清雲 5386清雲 那你看今天清雲 拉漲停上去 拉漲停上去 所以你務必要跟我逢低佈局 因為有些股票它並不是馬上攻擊 它可能震盪一下 這個利多我認為這個股票 今天可能是隨這個利多往上去 但是我認為真正能夠讓這檔 給我推升上去的 還是比特幣的關係 所以它的股價今天能夠往上面漲 而且可能要創下近期的高點 像這種個股只有逢低佈局 你才可以真正賺到大錢 所以我後面還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說你後面你要超越大盤 才有超過利潤對不對 如果後面你要有倍數翻的股票 超越大盤倍數翻的股票 要實現三成五成一倍的股票 你務必要在這個盤式上震盪的過程裡面 跟我有佈局 為什麼我說要盤面上震盪跟我佈局 因為指數在震盪的過程裡面 標股會先行 指數震盪 標股會先行 所以這個地方一次一檔股票 跟著我集中活力重壓標股 我們從點線面擴大戰果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到現場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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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頭部真心照顧 运达頭部陳老師 專長研究核心競爭成長力 主力不能說的秘密 專注成長不同反響 贏家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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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达頭部真心照顧 迟動了 看見行人行進路口 準備穿越道路時 汽機車應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 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哦 另外在沒有行穿線的路口 不管同向轉彎或執行交叉 預行人過馬路 汽機車一樣要停讓哦 汽機車行進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暫停讓行人先過 最高可處六千元以下罰還 停讓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內政部警政署 關心您 好的 如果你想要領先市場 領先資訊的話 你可以加入的Light 小老鼠 OK 一起168 你來看一下 這是我在8月15號的盤後的解析 你看我們股票三檔而已 三檔而已 8043密忘石 我們講8043密忘石 你看那股價是一度拉升上去 這8043密忘石嘛 2070金站 對不對 這8月15號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告訴你 後面飆升上去 對不對 這個3230的錦名 你看那一路也是狂飆上去 這些都是飆股 你可以發現到我們的Light 比較少股票 我不喜歡說股票一大堆 每天十幾檔 二十幾檔股票 那半天全金條 你買什麼沒半條 對不對 我如果說一天十幾檔 二十幾檔 每天亂射飛鏢給你 當然都有股票會漲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做 你怎麼知道哪一支股票才是真的 哪一支股票是假的 所以我股票 我們的Light股票就是精簡 早上大概就是選擇 五檔比較強勢股票 盤後就三檔股票而已 告訴你這些股票 它們具有一個什麼潛力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前知道 接下來什麼股票有機會 什麼標股在什麼地方 加五的Light 小老鼠OK一起168 就是小老鼠OK一起一路發 你跟著我一起一路發 加入我們的Light Act之後 你就會收到我們最新的這種資訊 我的看法基本上可以提供你做一個參考 因為第一個我的股票一定少 一定精簡化 所以一次講十檔二十檔 那不是我的風格 再來就是我們的股票具有波段性 所以像這種各股你都可以參考 至於詳細買賣點 我當然還是希望你跟著我們進場 跟我進場我可以帶你進 可以帶你出 可以帶你逢低布局 可以帶你逢高做個賣出 像你看這一波機器人 這波機器人高檔告訴你要賣得很少 對不對 只有我跟你講說 機器人高一點到了 你要提防這個利多會出境 短線上你要先賣一趟對不對 拉回你要買 要等拉回再買進 這一點其實我在我的Light Act上 也有跟所有投資人做報告 所以我Light Act不是只有帶你 一路做多做多 還告訴你風險在什麼地方 你要記得做一個避開 拉回說我們要買什麼股票 所以像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我的OK1768這一部分 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有些個股這個地方 回撤到缺口這個地方 它如果這兩天不跌破這個缺口 它會往上反彈 甚至挑戰這個高點 包括像什麼 肩點也是一樣 這個已經創新高了 它做PCB專孔的 這全球第二名 全球市值第二名 就是專門做PCB專孔的 這個部分用在AI伺服器 還有高速運算上面 所以它估計要像這種個股 還有機會在往上創新高 類似像這種個股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Light Act 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在我們的傳真稿上 也會跟大家做介紹 包括像是我們的買賣的進出點 怎麼樣做個進場動作 好好跟上我們的腳步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一頭十度浮沖山 我們就已經過身過關了 過幾九分如果沒碎飯 你就眼睛眼睛眼睛看他們了 炒肉要幾年 吃青龍還有一張 所以比較熱也就拚 你們可能不會問我們是什麼 不過如果說到台灣的過節 沒有你炒大 你可以叫我們是世界地面 如果開了 我們都挖過效果之後 一般的報律達 你才會開了 報御答兵 運達頭部陳老師 專長研究核心競爭成長力 主力不能說的秘密 專注成長不同凡響 贏家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部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